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来到乡城说事 我是Simon 今天想和大家讲讲太平天国 我们会先讲一些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 同时有看看当年席卷大清 叛碧港山的太平天国 和香港有什么关系 太爱话 先买个广告 我们Facebook和IG 都会定期更新不同的香港历史文章 有兴趣的就记得follow 而谈谈香港关系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 究竟太平天国是什么 太平天国的创始人叫做红寿泉 红寿泉生于1814年 广东花园 所谓的花园 即是今时今日的花刀 他多次考科具失败之后 后来读到一本基督教著作 《圈西良言》 当时他得到了一个大病 而在大病中 自己认为自己受到天神的感召 于是就放弃了仕途 而走上了排满革命之路 红寿泉先在广州传教 后来又回到广西桂平的偏远山区传教 信众就越来越多 他创立了拜上帝会 红寿泉声称 人心太坏 政治腐败 天下将有大灾大难 为信仰上帝入教者可以勉劳 入教之人 无论男女尊贵 一律平等 男若兄弟 女若姊妹 红寿泉的拜上帝会 在教义上模仿基督教 太平天国的十界 叫做十款天条 红寿泉声上帝是天父 耶稣是天兴 自己就是天父的第二个儿子 天帝了 1851年 红寿泉在甘田起士 之后攻入了永安 正式建立了太平天国 红寿泉自称天王 分封了东 西 南 北 翼王 第五的战力大幅提升 由于清廷统治的能力越来越弱 造成民不聊心 第二年年底 太平骨已经攻占了岳阳 汉阳 武昌等地了 1853年正月 太平军沿长江东下 一个月后攻占了南京 改名为天京 太平军行军之快 基于他们军事纪律 非常严明 作战勇敢 又用民族思想 令到很多人民都愿意信奉他们 以太平天国的法制和宗教 就成为了他们的致命伤 特别是他们会抵挥孔子 曼子这一对先年的做法 令到很多传统的读书人都很不满意 加上统治阶层在打胜仗之后都骄傲自大 重情声色犬马 同时又不断需要在多方面和清廷作战 导致团队势力由胜转衰 1856年太平天国内空 各个天皇互相撕杀 亲人男女都不能幸免 南京慢慢就离慢着一些恐怖的气氛 民心渐渐失去 同时间 由曾国藩所训练的团练双军越来越强 不停地去追击太平天国 在1864年以双军为主力 加上李鸿章所实领的怀军 再加上由英国人戈登所实领的上星军 由纪路夹击太平军 南京被破 太平天国滅亡 可能看经的你会觉得 太平天国是一个遥远在北方上所发生的故事 为什么会在这个 讲关于香港历史的频道里面出现呢 是不是讲到没什么好说呢 当然不是啦 其实太平天国与香港都有一定的关系 接下来就让我慢慢讲给你们知道吧 我们刚刚讲完太平天国的故事 现在就先将时间回到红兽传起兵前的1840年代 1866年 中国人民群中反征复明的革命情绪越来越高涨 各种自在推翻清廷的秘密帮会都遍布全国 当时清政府严厉通緝革命党人 如果反清分子被捕不单只要杀土 而且有机会被人猪狗族 所以不少反清分子秘密地来到香港 暗中策划不同的计划 而香港市民里面都有很多人很不满 满清政府的统治 因此也加入了帮会 或者一些秘密的反清组织 清廷知道事情之后 跟港英政府勾结 大力搜捕帮会成员 公布实行制裁三合会秘密会社条例 港督还下令港英警察 要掃除香港内的帮会人士 犯有嫌疑的都要拘捕 更残忍的就是如果捉到 就要在被捕者的额头上打一个落印 然后就驱逐出境 送回清廷的官去自己搞定了 西方列强和清政府狼狈为奸 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的愤怒 1851年1月 在广西金田村 洪秀泉 镇备高夫一声起义 就拉开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罪章 起义军在打击腐败的清廷同时 都向侵略中国的列强分子挥刀斩杀 在上海、港浦等地方 太平军神出鬼没地袭击 由华尔所率领的阳昌队 1853年太平军定到南京 而眼见太平天国已成为了辽原之势 香港总督文贤就专程去到南京 求见洪秀泉 表示香港属于中立地区 并且要求太平军会尊重通商口岸的外商权益 而为何会为自己的中立 那完全就是为了殖民者的利益打算 想继续履行不平等条约 以反清帝和列强为目的的红秀泉 当然不会答应 去到第二年 继任的港督保力 担心太平军废除了清廷所签下的不平等条约 会令英国的利益受损 于是就一反常态 主动协助清廷镇压太平军 1854年 太平军在阳城 正在广州附近发动起义成功 就徽军直指发山 适时散城告急 清廷震怒 港督保宁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为了协助清廷对付太平军 还特意送了很多枪械和弹药 以及一些军用物资给清廷的官员 9月 太平军攻陷佛山之后 就分兵进入保安 用来准备进攻九龙城 当时九龙城都师 杨以德率领清兵抵抗 但也被太平军打败了 太平军很快就占据了九龙城 没多久之后 杨以德又率领清兵反攻 这样来来回回了很多次 太平军曾派武长寿 来香港联合劳东九等帮会 筹划以水路进攻 并且发工云给港督保宁 要求对方不要阻碍 甚至乎想借船 以便同时运兵进攻 薄罗和广东沿岸 保宁接到信后 不单拒绝了太平军的要求 还将公民抄送了一份 给叶明森 12月 太平军封锁省城 广州危在单直 港督保宁终于不再扮中立了 亦都不惜赤裸裸地干扰 广东一带的情况 他亲自与海军司令 Steven率领士兵船 去到省城白俄潭作战 令到太平军溃不成军 同一时间 香港政府都公布了 抵戒出境条例 繁布国 非法人物 如果不是香港本土出世 政府认为不能容许他们 留在香港的时候 便可以将他们抵戒出境 亦都因此 港督就勒动救一干人等的船只 不论大小 一律都要驶离香港 并且同时协助 清政府逮捕了100多个太平党人 全部通通抵戒出境 其实除了上面说过 有关太平天国的战役 发生在香港之外 太平军里面都有一个人物 是在香港辰转 去到南京成为了蜂王 我们要说的就是干王红仁干 红仁干他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战役 都没有因为从事任何正事 而被蜂王 他是在1859年 由香港去到天津 即是南京 4月22日见到天王 立即就被蜂着围 再过几天 还加封为 开朝征宗 军司顶天扶朝竿 干王 简称就是干王 随即他就总理了太平天国的职务 亦都即是国家首相和总理的位置 这种荣誉是太平天国里面 其他天王都没有的 为什么这位红仁干 可以像直升机那样 飞到干王这个位置呢 当然是关于他的背景事 他原来是红瘦传同高祖父的族弟 比红瘦传小九岁 和红瘦传的感情都挺好的 自有都是为名是从 当红瘦传创立摆上帝会的时候 红仁干和冯云山首先入会 1847年春天 红瘦传曾经和红仁干一起游花园 去广州浸训会拜访卢孝传牧师 期间一度潜逃回东莞 躲在朋友家做老师 1853年回到香港 得到了韩山明牧师的收留 并且在9月20日接受洗礼入教 去到1858年红仁干 得到了赞约翰牧师的资助 由陆路北上去到天径见天王 其实当时教会牧师支持他的原因 是希望他接触到红瘦传之后 可以纠正红瘦传的宗教思想 并且希望太平天国准去外国教士自由传教 但是可惜红仁干在被封凡之后 因为忠诚着陆权威 而忘记了本来传道的使命 他虽然在1859年发表过一本 资政新篇提倡改革 但是太平天国诸王内控 国势日渐危险 1864年红仁全死了之后 10月9日 红仁干逃到江西被清兵逮捕 11月23日在南昌被杀 中年不够42岁 红仁干发表的资政新篇内容 基本上包含了各种 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要素 在某程度上 被日后清廷的仰慕运动 以及维生运动 更加全面 更加彻底 今集略略提一下 如果各位观众有兴趣想知道多些 我们可以找一集再详细讲一下 红仁干 以及他那本 或时代的资政新篇 由以上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 远在中国东南部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其实不多不少都曾经出力抵抗太平军 甚至是出过一个太平天国的天皇 虽然实际上太平天国发生的舞台 是在香港好远好远的地方 但由于香港的特别历史因素 而令到港英政府需要同时处理九龙寨城 和广州政府有关的事情 同时地都想不到一个曾经在香港生活过的人 最后可以做到太平天国的天皇 其实香港这个地方的特别之处 在历史上不停地出现 也不停地影响中国内地 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的历史 想听更多香港历史故事 和人物怎样影响全世界 就记得紧贴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有意思的话 就记得留言 like share 和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